他們這幾個膝蓋真的都要顧合 四十幾歲耶 因為現在他出去每個人都說 欸你十六頓 我說現在好好愛惜一下他們Energy的膝蓋嗎 蹲一次少一次耶 畢竟我們不是年輕人 也是有年紀 他要留在就是演唱會的時候蹲 他現在他們現在五個現在膝蓋都不能收少 在家中地位有大聲嗎 我跟你講我女兒真的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樣 讓我印象深刻是有一次他去拍雜誌 然後我們約在餐廳 然後他完了他就結束完了 來 你知道我女兒是拿著手機看他爸走進來的時候 哇塞哇塞 天啊這也太帥了 哇這誰收得了 哇太帥了天啊誰收得了 然後來拍一張 然後開始自己PO下去 就很像小哥們 從此之後他就說老爸你要收下我的膝蓋 我的婚禮就是一百多塊 我們之前玩一個遊戲 然後那個遊戲是 是可以 角色是可以結婚的 所以他那時候就突然就是 從那個購物車送了我一件婚紗 那個購物車的婚紗是多少錢 一百多塊台幣大概 公告就會說 這麼荒謬的事情不要講得這麼仔細 要很仔細 因為我很個癮 然後他就會大會就會公告 就說蕭二郎魚什麼什麼大媽 然後在天堂舉辦婚禮 然後他就找了一堆不認識的網友 參加我婚禮 然後很可愛的是 同時上線好幾萬人 就很荒謬 然後就看不見 還有一個購物 很荒謬